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日,这是今天第五场主要典型节目啊 刚才看到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个推特发了一篇文章,一个帖子 讲到10月1号突发事件,在广东省广州珠海广场 因不明的原因突然间封闭了,就是广场啊,警察把它封闭了 地铁海珠广场站也关闭了,停职了 市民自见胜传不要前往,原因未明啊 我估计十一这天可能是不是有些人在这个地方聚集 举行了抗议活动,完全有可能啊 因为中共国家是火药桶啊 习近平把中国搞得今天是成都了,民生艰难 这个可以这样讲,外商纷纷撤资 这个老百姓找不到工作 这个房地产是一塌糊涂啊 这个习近平一点招也没有 只有镇压不断地激化社会矛盾啊 党内军队当中躁动不安 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就一定有大事发生 其实在这之前,今天早上看到新唐人的电视报道啊 说是中国今天又至少有两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标语 就结束帝制啊 还有的那个标语呢就是 都是讲这个民主法治 都在线在街头上 后来被中共警察马上就擦去了啊 证明他们非常恐慌啊 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老百姓不满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黄昏明之下 这个广州的海珠广场出了事儿 这大概过一会儿啊 才能从媒体看出 因为现在中共这个查的非常严啊 可以这样讲吧 一旦发生这种公共事件 他马上就要第一时间被压 已经给这些公安局的一个各级领导都施加了压力了 也就是哪个人分管这一个一个地区啊 一个领域一旦出了事儿啊 维稳经费就没了 可能物质力连在一起啊 甚至可能撤职查办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啊 一般来讲不允许这种消息披露出去 但是你再查也没有 因为他现在已经披露出来了啊 还有两张图 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我我从来不造谣啊 因为什么这都是网上的推特上面 你看一下就这些文章啊 你们仔细看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相信这一定是发生的事儿的 而且不是不小的事儿 否则他不可能给公园封闭的 对吧 这是一条消息 那么另一条消息啊 看到海外媒体啊 今天是哪个媒体 应该是这个万卫网 讲到了这个许家印 啊 但是这个篇文章最大的心意是什么 把这个许家印呢 呃 在2017年有一个贵州洽谈会 各地部都举办那个各种明目的洽谈会 这个当时的许家印正是风光时刻 在2017年9月12号 恒大自己还办一份报纸 叫恒大宝啊 因为他有的是钱呢 养的这些编辑记者内部自害的 这个报纸报道了 徐家印主席出席2017年贵洽会 贵州经贸洽谈会 会见省委书记孙志刚 代省长陈一琴 现在陈一琴是国务员啊 就相当于孙孙来这个小色 只是把他级别降了一阵 啊 呃 女干部呢 他重用这个 这个 陈一琴就是最大的领官员了 为什么降一阵 就因为孙孙来是爱子 治理这个疫情 生活得吸引力了 外界纷纷议论说吸引力 还不如一个老娘们 东北老娘 啊 啊 讲的难听一点 习近平受不了 感觉这一次 给你再整个老娘们 给你整个级别再低一点 是不是啊 这还有意思啊 或许是他觉得 陈一琴也不值得信赖 啊 这些人不许管管他 去讲这个 一张报纸上面 有一张大图片 就孙志刚 中间是 左边是孙志刚 中间是徐家印 右边是陈一琴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报纸的 发生了一个文章 你们可以想一想 可以想见啊 所以习近平在 参加南非会议的 过程当中 报金砖过程当中 国内出事了 出事的人 参与政变的人 一大批的人 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 或者是拿钱了 赞助了 反正在背后 反正在背后搞证的人 很可能有薛下云 所以习近平回来以后 第一个把孙志刚抓 是吧 因为孙志刚是余政生的 也就是红二代是余政生里头 邓普方里头啊 接着就把邓普方这个象征性的终神志 就是给他撤销了 是吧 然后就开抓 抓了一批人啊 最后这个 还抓了过这个李尚福 对不对 李尚福原本就传说出事了 那么军队当中不满的人 将领抓了一大批 然后就是 李克强汪洋文家宝 就在国庆招待会上不见统颖 这就说明什么 不满的人不可能自己出来当领导 对吧 他们要推选一个人 就他们就反对派当推选一个人 你可以推测一下 现在脉络已经非常清楚了啊 西平安派这个赵乐际上山东 当时我就讲了 对不对 果然你一点都没错 这个情节 大体就这么故事 就是他离开这个期间呢 一批红二代 党内的一批这个在位的 主要郭月的系统 还有一批退下来的 这些人 就是说 领头的就是 红二代的余政生和政府方等人 啊 然后再加上出钱的一些人 就是徐家印这些伙人 有名气啊 对西平不满的人 然后在部队当中 找的一些将领 可能就是 这个李尚富这伙人 火箭军这伙人 因为火箭军有的抓里面 没抓太多了 而且他们准备 呃在这个飞机回程当中 在进入广西的给它轰起来 因为这个最简单 另外菜鸟也在上 那边汉菜鸟 直接就给它灭了蒜 仿效这个普利科技 所以他飞的时候很狡猾 他提前这个是走路消息的 所以绕到这个 随便没想到 绕到乌鲁木齐落去 找个理由 说是什么科技性别 是吧 还是什么边疆界 是吧 找个理由 谁就是害怕不敢回来 因为他问不透 呃 除了于政生还有谁 是吧 曾庆红估计也参与了 他谁知道的 肯定他们这些人参与的人 就于政生也好 还是邓普方 他们不可能亲自执政 他选的代理人 那就是说不定想叫 李克强和汪洋出来 这就解读了 为什么这个国庆招待会啊 那个这几个领导没有影 是吧 那以前都不是这样 以前你推卸了以后 第一个国庆节 一定是 呃 就是说 前朝的啊 这个总总理啊 你不管闹多大矛盾啊 他都让他出来 战战队 给自己争分 所以今天 法国这篇文章 写的还是比较好的 可惜他没有 没有这个点头这事啊 就是习近平的高规格国业 掩盖着什么 我们来看看怎么讲啊 他说 中国的国庆招待会 过去两天了 官媒持续热盘 10月1号 央司发表了联博观察 赞要这场高规格的国宴呢 简约而不简单 着重的说的是 中共建政七十四周年 前夕西 突袭招待会啊 讲话 他讲话的时候呢 语气低沉 警示脚下了路 不会一马平船 他就指这个事 说啊 以后他再走的话 他为什么紧接了另一个集团队会议 原本是准备去 为什么 我去了呢 就是因为脚下的路一马平船 并非一马平船 就不敢走了 这走了以后 我已经是 才两天时间 差一点兵变了 说他都绕道 等下一会儿 你就直接给他干起来 忽然给他挠住了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 解读这个问题 于是为什么 这个会议 让李强 这个讲话 原本 他出来讲 那就是因为法律 要证明自己 还控制局势 对吧 这样你这么一讲 大家心里 就理事 整个来龙去脉了 是吧 高规格的国业 他这里讲啊 毫无疑问是高规格 国业是高规格 简约见不得 不见得 他国宴的排场 豪舍 电视画面 一目了然 越是在这种空虚的时候 他越摆 人都是这样啊 你看那些破产的 民营协大老板 在见面的时候 他为了证明自己 没破产 还有俩钱 他就穿的 珠光宝气的 是吧 打进链子 掺脖 手腕 带个老理石 是吧 都是这样 你真正 蝎的肉 肥的 偷子乐 那种 就是这个 这一些爆发户 人家藏得很深 穿的衣服 都没有牌子 他说啊 都特质的没有牌子 很平凡的样子 是吧 这都是一样的 他现在特别想公鲜的外表 掩盖什么虚弱的本质啊 就是掩盖 他在做这些发生经常的大事 他不敢告诉别人 告别人多丢人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像 如果老败能不透露这个 呃 习近平连气球的事情 都不知情的话 你怎么能相信 军报天天讲 军民总是负责之 这么大的事 你想你布林肯到你家门口 都到了南海要访问你了 你给他钱球放到美国去 你就多大事 他都不知道 你可见那个军队哪听他的是吧 你就可以看着他每天都在撒谎吧 所以这篇文章讲 他说央视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习近平讲话的核心是四个 我们要 所以也是一如既往的表决心的 并无多少心意 不过最后他展望前途是讲了 讲到了一句话 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穿 要让大家精诚团结 就是不团结了 对不对 然后呢强化信心 就大家没信心 对他没信心 是吧 意思你这次没抓 你下次就可以把你抓了 是吧 他自己也是缺乏这个自信 说国业上的习近平表情严重 神态略显疲惫 但官媒不会提及这个细节 是北京青年报的政治界强调 国庆招待会的新变化 这是国研的亮点细节 引导人们注意都哪些新旧 新朋友出席在会上 说一个是90多岁高龄 人民艺术家王蒙 王蒙是右派 是吧 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小说 写的是吧 包括文学吧 那写的挺好的 当年是57年右派 右派以后 共产党平凡以后 就给共产党磕头了 他说当个文化部长 当文化部长 一阔脸就变 自己上也变得很左 右派突然就变成左派了 也这么个家伙是吧 还有在桥梁工地上 是吧 他写的 还有那个可能是刘兵 刘兵燕写的 我搞错了 这个组织部来的年轻人 应该是 是不是这个王蒙 反正王蒙 反右那时候写了点好文 当了右派以后 就共产党给他平法 人都是这样 你要给我老将平法 我肯定不会想接受 每天都在这骂 是吧 人都是这样 这还正常 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感动 他为什么把王蒙请了 就现在随都变出了 都离他远远的 是吧 只有王蒙还愿意配合 因为王蒙也走不动了 是吧 另外王蒙心想 我得保持这个晚节 既然导向共产党 就导向到底了 是吧 上一次出来是范政 范政也是 是另一个是三巡太空的航天员 念海事 这是生活航艇科技 王蒙在八九六四期间 曾担任文化部长 六部委的领导 当时出面表态支持镇压 是他生病住院 对外界解读原抵抗 就他觉得不太好办 假装生病 推病不出 我听大连的作家讲 对他评价不太好 说他什么呢 说他这个人呢 当了官以后 我马上翻领不认人 你是典型的事例 你说啊 你别看有些知识分子他也一样 当了官他也变的 你过去和我一起发条 有些人 写作的和我一起整天到时候偷稿了 后来都成著名的所作家了 有什么电视剧 夹了都变的就不一样了 黑钱是吧 是哈的 那当然见我还是老老实实 但对别人据说也是挺牛的 是吧 就不去暂时讲了 一讲以后就把人得罪了 人都不愿听 说人呢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篇文章讲 他说呢 被外界解读原抵抗 但是今次出现招待会的王猛 一头挥一发 忠诚的说 好气横求 看不出80年代 付出重新会比写作有点累计 因为现在是整个中国的中天了 对于支撑者来都是脑瓜 说起来 判了 担心出事 他讲到作为最高领导的习民国庆招待会 通常是分五可十才讲话 他总共讲过两次 别人就讲得过就讲话讲了两次 其余都是总理讲话 以前都是让总理出来 这是李强 魏讲 习讲 他不知有何审议 我刚才告诉给大姐 我昨天就讲了是吧 那是因为他集团推这个事 他很丢人 他不敢出门 家里发生政变 他也不敢公布 完了到现在多少个敌人 他没查清 是吧 他正在查 怀疑于政生和邓普皇 先把孙志刚抓 因为孙志刚一抓 他是余政生秘书 肯定抓起来以后 钱力少谈 严刑拷打也好 还是远魔硬炮 是骗共诱攻也好 反正他肯定让他引导 他坚决揭法余政生 把用这个再整一名 让余政生讲述 这随时背后策划 我目前在这忙活这个事 是不是曾庆红给他搞的 他不是太清楚 所以他回来以后 开始查这个事 他会听别人讲 徐家印拿点钱 帮助他 谁给他抓起来 马上抓了 否则对徐家印他不会抓 因为徐家印这个事 已经不是折腾一两天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而且它涉及到 买房的老百姓特别多 直接影响经济 他挺在乎 但是如果他查到 涉嫌颠覆他自己 那他绝对是拼命了 怎么地得把他给抓起来 我认为徐家印 很可能在这个事上 在这梗头了 而不是他这什么经济问题 他的经济问题 你想炒作了多少时间 都好几年了 对不对 他的老婆都跑了 这个事件这么从容 他才能跑 是不是 这篇文章还讲到 是有些迹象 大概多少披露出戏 为何表情凝宗 有些该出戏的人 消失了 比如他二十大以后 提拨的两位亲信 确实 最大的丑闻就是国防部长和现任的国防部长和现任的外交部找不到 说中共建政以来 可以这样去讲吧 中共自从诞生以来 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你就想他丢人丢到什么程度 这国家整个就乱了 到底这里是抓了 还是出事 还是死了 还是病了 讲不清楚 说是李尚富的前任国防部长 首任火箭军司令 魏凤和也缺席 他肯定是出事的 那么说青岗被指射了婚外情 7月份被年了败长 说尽管外界不大相信真正的原因 但他名义上还是国务员 说李尚富突然失踪透色的军中 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地震 火箭军司令李家超政委 须忠不热 几周前莫名被顶替了 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 远程部队司令 拒谦生也失去了重影 但有的把名字写成拒干省 到底他叫什么名 咱们也不知道 反正就有什么人 都一样 对习近平来讲 这次罗斯丁拧下了岸上都一样 他这个 秦冈特别生保障国务委员 我认为他可能留了一手 实在不行就给他自己灭了就完事了 盖个党旗就是阴币 干坏死 过世了就完事了 对吧 因为他给他处理不太好处理 好多是设计内幕太多了 我认为他是这样 那么李尚富这个就看他 是不是这一次 就是他纵用这些军头 想救他搞这场兵变 如果没有兵变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如果有了兵变 他肯定要下死手 这要等待下一步 他肯定要公布 早晚他会公布 是不是啊 我估计这次公布 就可以看出清晰 另外他敢不敢动余政生 动曾庆红 曾庆红他敢不敢 这个红二代 如果是 假如是余政生 真实参与的话 那证明余政生 真的是很谨慎的 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这个人 他是为了救党 他是其实在党看来 他是中程的共产主义党 共产党员 因为他看习近平这样折腾下去以后 这个党就完蛋了 这个他这个 这个就是九千万党员 中南海的元老们 晚年就彻底的携裁 和美国打起来 美国核潜艇五分钟到七分钟 就给炸成粉末了 他肯定是为了救党 也为了救自己 他搞这个事 所以这个看习近平 这一次他这个查下去 到底是怎么个脉弱啊 我基本上理清了 我没有什么国内的料 我和国内不联系 他们就按照逻辑来推理 是吧 常态来推理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篇文章还讲 他说从党媒披露的信息看 军队正在进行场整肃 这确实 就火箭军这个动作多大 是吧 这么一个火箭军 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支兵种了 美国最在乎 竟然出这么大的事 全化人 你想想 而且海军和空军 直接接管啊 我估计内部 没少下折腾啊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 对自己担任总经 总书记以来 特地肃清余毒的军队 对这个已经完全 由他任命的清晰 还是不放弃 能让要清晰呢 令人疑问啊 说前外长清刚 如果仅仅是处犯了 共产党高层 习以为常的 就是高光女人这个问题啊 他不会发动干戈 也不会挥泪斩马苏 这只能一个解读 就是他上来以后 越干越差 算是有点良知 和判断令人 都想了 把他给拱下去 是吧 一拱就打就完了 是吧 所以很正常啊 表面看着 似乎是个简单的算式题 西平经过十年选择 反复以后该清洗已经清洗了 该罢出已经罢出 剩下来要清洗的话 只能清洗清心了 我认为他不是清洗心 还是这个切剑出了事 所以这么大的动作 你否则像孙志刚 这个都退休多长时间了 那余正正这都是老皇帝 是吧 他为什么 加盯住余正生这大秘呢 这么大的动作 是吧 第一个抓就是孙志刚 那就证明 他把这些 一戏一大批的 王小红啊 陈文青啊 英学乡这种 一下子都召集到乌鲁木齐学 对不对 乌鲁木齐学多远 坐飞机的好几个小时 然后我别进 全去了以后 他就问到底出了什么 这个这么汇报 那汇报 然后他一汇走 孙志刚是联络员 就这次政变的联络员 跑前跑后的 是吧 一个是他 一个是推个轮椅的 这个邓出方 因为你搞轮椅 这都是别人 不容易发现 比如张海迪要搞这个事 串联 别人不容易重视 都忽视残疾人 所以这个就解读了 现在这个形式毁能力 为什么习近平在二大前 鞏固权力 清一色的信心 把持高层班子的背景下 仍然在清晰呢 他就采访了斯坦福大学 那就是吴国光 吴国光讲的是 他是从制度的角度 他就是学者 他就离开中国很久了 他不太了解 被中共上层的这些斗争的情况 因为现在这斗争的情况 已经和他当年八九六四年 皮人出来看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他他讲 从理论上讲 他说这是中共制度 潰败的加速征兆 他却将此盖破为斯大林逻辑 就是意思 他有点类似斯大林晚年了 确实 但是我认为还是出了事 就离京这几天出了事了 他说可以讲 共产党的当政的上台自出 清晰的政敌 但正是过去十年 其反复的逻辑 一旦成为权力 无可辟邻 无所制约的独裁者 清晰就清晰了 因为他二大 替不上来都自己的亲兄弟了 亲兄弟里还分各派系 福建邦 浙江邦 滋江新军 浦江新军 清华系 还有后宫 后宫里边还有弟弟的一伙人 就是西远平的一伙人 和彭丽媛一伙人 还有他女儿的一伙人 对不对 你就想想他确实复杂 互相之间肯定斗 斗的是你死我活 非恶因素也有 但最主要还是发生了事 那就是二大以后 观察中共高层的看点 人们容易理解 前者 但往往难以理解后者 而恰恰后者 才是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 这是我把它称为 此大林逻辑 这吴国光是老学旧了 一般研究学问的人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这样讲 对国内目前一些情况 已经不是很 我看来是不那么敏感 因为什么他离得太久了 每天在学院里面 就看那些 一些对极如山的书籍 是吧 他说他得出这个结论 应该讲是对了一半 我个人认为 说回过头来 卡西平的国庆讲话 一些专家认为 其实在事情 显示他遭遇了 内忧外患的风险挑战 事故茫然 国际上 与美对峙 今年陷入困境了 他陷入困境 就是因为人家军事 这个方面已经占出 主导地位了 就是因为 何且你放在家里头了 那么国内经济 复苏 乏力 青年失业率 巨高不下 房地产 价格 皇帝百姓财富严重塑水 这个就是内政 就是他重用这个小矮人 就是殿小二李强 啥也不是 无法解决就是内政的问题 经济他有什么招 啥招的名 他连学李克强都学不来 对不对 说也是最新的不详 就是徐家印被抓 也是最新的不详之招之一 这就等于说 对民营企业 开始全面的清算 以后会一个一个抓 靠这个方式的 把钱整回来 自救 而一批党政高官 戒列失踪 显示习近平政权的内部 并不像外界 想象那么平稳 就是他越来越有孤立 几乎没有朋友 连这个 这么要讲 政治上的合作的盟友 互相之间 一开始闹矛盾 在这个背景下 习说讲的 并非一马平穿 就是讲了一句大舌话 从现在开始 很可能他要再跟头 就是暗示着 官场大清洗 接踵而出 因为这个时候 他随着怀疑 越爽越多 然后越多呢 人对他越不迟迟 或者躺平 他越社群越难 越累 越累越烦 越来越整别人 所以就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你可以想象 10月份 他去美国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他去的话 我相信很可能就发生 有病变 发生大事了 他的结局将来是很负面的 你们会很快就会看到 不要那么悲观 我认为他的政权 是非常脆弱的 随时都可能出事 好 谢谢 再见